全3000多的14pm信号到底怎麽呀 14pm 256的 黑紫色add 全新多少钱 全新 我要新的 要被集合不改的话 就改好的 改好的 改好多 没有5650 568 568都不行 对 我先去拿一会 为什么 哪有那么便宜啊 568 少二只感觉差很多吗 不是差很多 是本来赔钱 13pm 这种改好卡的 再把我352点 全新你 因为是通过改卡的 所以呢 挑机器的时候 把这个外观呢 包括屏幕啊 一定要看好 避免死伤 完美哈 现在这个卡贴改双卡的 不需要动鼓把哈 然后呢 现在为了这个配合信号稳定 都需要这个小白卡去配合 来 这样 ATT的14pm 然后又拿小白卡 然后再拿一个超学的卡贴 现在就这个两个东西 就要保证信号特别稳定 晚上一会回到店里来 教你们怎么调试 可以了 首先咱们把这个小白卡先装上 再按照卡贴和卡槽的缺口 依次装上卡贴以及手机卡 插入手机中会弹出这个模式 选择QPE 然后选择ATT5G 在这个步骤点优化 然后点接受 他谈需要激活点关闭 然后点继续 这一步一定要选的是不用WiFi 并继续 然后点击继续 等待弹出SIM卡无效 记住按住返回键并下移 点击软件以更新完成 这个时候把手机关闭 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一直等待 一直等待 然后点击接受 不用操作其他步骤 耐心等待 5G来了 看到没5G来了 打个电话测试一下通话是否稳定 会不会掉线 完美 比国行便宜3000多 你会不会选择美版游所卡点仪 拜拜